啊,雙魚座朋友,你們的運勢真的是嚇死我 因為那個訊息是跟上一期是一模一樣的 對,那首先呢,就是很多人也講啊 塔莎朗那裡的就是那個幸運,真的很準 那為什麼會準呢?我不是自賣自誇,那是真的 因為呢,我是第一,我先去塔羅 那第二,我根據塔羅的那個訊息 然後我從那個星星裡面去找更多的答案 去看一看有什麼更加多的那個特別的資料可以跟大家去講 還有第三呢,就是尤其是在這個滿月的那個reading裡面 就是滿月的那個幸運裡面 我有時候我會去就是回看那個初一 信約的那個訊息 然後我看看裡面有沒有什麼的那個聯繫 有沒有什麼關係 那我剛才做完塔羅,我再看完星星 那我去重聽初一就是信約的那個 就是上一次射手座信約的那個幸運 我真的嚇死我 因為他們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先報一下那個星星的資料吧 那這一次的這個日月對分是在你們的天頂 還有你們的天底的位置 OK 還有呢,就是入廟的火星 在天邪座嘛 那它是在三分裡面自身命共的守護星 就是幹逆行完不久的那個海王星 所以其實是跟上一次就是一模一樣的那個訊息 第一就是說呢,你們要好好地休息 因為你們要去跟一些很遠的朋友 遠方的朋友 一些人吧 OK 去見面 去重新的去溝通 那其實詳情你們可以去就是回去聽上一期的那個幸運 那你們會有更多的資料 但是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那個幾日已經已經過了 OK 因為現在已經太太太遲了 對 因為現在已經12號對吧 那我之前我去說的那個幾日 其實是在12月頭的日子吧 OK 所以那無論如何就是如何 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不久 你要去見一些朋友的話 那你自己要有一個心理的準備 因為你們去見面的那個 就是你們的心裡面不會有一個太好的感覺 那自己要擔心